韩国社近距离了解 IDOL们台前幕后的所有事 在今年一月份时 被韩没曝光的林志炎 与他年长两岁的几亿家里去 在百货商店约会照曝光之后 也过去有半年的时间了 在猎情曝光之后 林志炎所属的经纪公司方面 就会映衬 林志炎确实正在恋爱当中 两人同朋友发展 成为了恋爱的关系 最近开始在交往 而除此之外 其他事宜则属于私人问题 无法予以确认 然而没想到的是 两人的交往 仅在半年之后就宣布了分手 速度如此之快 也让网友们是猝不及防 除片来源 TACFACT巨细 昨日29日 林志炎就同W财团的 李市长李旭宣布了分手 并且李志炎所在经纪公司方面 也承认了这一消息属实 并表示趁林志炎与李旭 近日关系渐渐舒服 并开始整理恋人的关系 年初韩语圈里 被曝光了好几对的CP 如今却已经有出现了 部分情侣分手的状况 实在是令人有些担心啊 90年出生的林志炎 在2014年通过出演电影 人间中毒正式出道 他在剧中与宋呈现 展开的不准恋 以及大胆全裸出镜的牺牲 也让他在当年展顾了 韩国釜山电影奖 最佳新人女演员奖等几个奖项 甚至还获得了韩国小汤薇的称号 在2015年时 他还参加了综艺节目 丛林的法则 并在同年与Uye图久职 盛俊等人一同出演了 大热剧上流社会 名气大增 出道的短短四年时间里 这个黑色长发 白皙皮肤的女演员 无疑不打动韩国男性观众的芳心 还以为在今年能收获一份恋情的她 没想到再短短半年的时间里 就选择了分手